以色列狂轟加萨已经造成当地至少2000人死亡 医院人满为患 甚至还被迫调用冰淇淋工厂的冷冻车 来充当临时太平间 尽管如此 以色列依旧要求加萨北部22家医院 把2000多位病患撤离到南部 不过南部医院早就不堪负荷 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 这么做形同宣判患者死刑 瓦砾队中露出一只手臂 民众奋力徒手挖掘 记者抱着孩童直奔医院 但孩童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记者情绪悲愤呼吁各界伸出援手 伤患不断涌进医院 有些担架还一次运送两位伤患 孩童头部包得像木乃伊一样 全身沾满了血 医院孩童各个表情惊恐 加萨北部遭以色列狂轰 救援行动也难逃飞弹袭击 多栋建筑倒塌 医院人满为患 就连存放遗体的地方都不够 紧急从冰淇淋工厂调来冷冻车 充当临时太平间 以色列要求加萨北部100多万人撤离至南部 当地22家医院超过2000名病患也不例外 只不过南部医院也早已不堪附和 世界卫生组织强烈谴责以防要求医院撤离 会这么做等同宣判病患死刑 加萨危机四伏 世卫表示加护病房以及必须仰赖 维生系统的患者或者新生儿以及洗身病患 一旦被迫移动而无法受到医疗招呼 恐怕将面临病情恶化或死亡的风险 成为人变异